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带妆实测 之前两个月一直在暴斗 你们可以看到皮肤状况有多么的糟糕 我的色号是自然色 Classic Avery 这个是在他们的天猫店买的 然后当时只有三个色号 我选的是中间的一个色号 把包装打开 总共的容量就是这么一点 有12克 然后我已经上好防晒了 所以脸上看起来有点油光 是因为这个防晒沉没以后会反光 接下来我打算在这一边 就是右边脸用这个妆前 再加上烘焙的方法来定妆 然后这一边的话就不用妆前 只用扫点散粉普通的定妆方法 那我们现在上这个妆前 我妆前是这个MIX的 破fuel了 上完妆前感觉这边就哑光了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上粉底了 不管颜色适合不适合 只能这样用 先看一下 好像不太适合 有一点点白了 有一点点白了 好像是 不管了 直接算吧 我觉得这个 感觉还是很顺滑的 很好上脸 但是 脸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好 我用的是这个 丝绒的包容的这个美妆蛋 我平常化妆的话都只有美妆蛋 因为我手头没有什么好用的粉底刷 好 把它推开 你看很多瑕疵都还在 下巴基本就 没怎么盖住的感觉 我再上一层试试看 看看它 叠下之后会不会有 你看这个感觉蛮滋润的 它就是很滋润的感觉 然后领有一点点粘粘的 叠下以后它的遮瑕力 有提升 再叠一遍 再叠一遍试试 下四皮就是这么烦恼 什么那种自然清透的妆效 感觉完全不可能在我脸上出现 问题到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了 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弄上去也不算很黏 但是不怎么干燥 我以为这个粉底条 它会是亚光型的 但实际上下来感觉 一点都不污蔑 它是有光泽的 那接下来我就去把 其他的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刚刚已经画完了 然后用的是 遮瑕用的是卡硕斯这一款 然后散粉用的是 卡硕斯瓣的这个 控油力很强的一款 还用了一下这两款定妆喷雾 现在装面就是这个样子 粉条上是白了一些 跟脖子色差有点明显 现在是上午的10点18分 然后呢 整个装面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过一会再回来检查 这差太明显了 刚才我连脖子都一起涂了 那我回来了 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 不对是下午1点20分 距离我化妆刚刚过去三个小时 我现在整体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粉底对于毛孔的修饰力不是很强 我这边用过妆前的明显要比这边毛孔要小 要细 刚才忘了说了我的肤质是 刚才忘了说了我的肤质是 混合型的冬混干下混油 但是我今年感觉没有去年那么油了 我去年的话一定要用那个苏菲娜的控油装钱 不然的话免三个小时之后就满面油框了 但是今年的话明显就不需要 它基本上没有怎么出油 即便天气很热 我拿稀油纸来测试一下出油的情况 刚刚吃了一个饭 然后口红都掉了 这个稀油纸是DHC的 我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得清吗 就是出油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好的 我们待会再见 我回来了 现在是晚上的21点39分 我现在带妆已经快12个小时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情况 总体而言我觉得除了有一些出油之外 整个妆面其实还是比较完整的 没有什么脱装脱特别厉害的地方 除了像我这个有痘痘的地方有一点点 除了像我这些有痘痘的地方稍微脱了一点妆之外 其他部分其实都还是挺完整的 然后比这边有一点点脱 有一点点卡粉 但是我觉得总体情况还是蛮不错的 毕竟已经12个小时了 而且中间也没有补过妆 吃完以后感觉整个妆面还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除了下巴这一块 有点脱了以外 但是这个跟我摸它也有关系 我经常无意识地用手扣这个下巴 所以下巴脱了会比较严重一点 整体而言时妆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那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这款粉底条 颜色的问题就不说了 这个我在它的天猫店买的话 色彩选择的范围比较少 只有三个色号 但是我看代购的话 颜色选择就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 还是去找到代购 多挑一挑颜色 这款粉底条的话 它的膏体非常的顺滑 上脸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拉扯皮肤的感觉 而且也很好推开 这下里的话中等偏上 但是可以通过叠加来打到比较高的这下效果 刚刚上脸的时候有一定的滋润度 呈现出来的也是带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妆效 我用的是眼光控油的散粉 所以最后上上了散粉之后 呈现的是一个比较雾面的妆效 但是稍微触游一点之后 妆效就会有点点偏向那种奶油肌 这个粉底条呢 跟皮肤的贴合度还是很好的 没有那种浮在皮肤上的那种感觉 它的使用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到了 12个小时的带妆时间 没有补妆 妆面还是比较完整的 没有斑驳啊 浮粉的迹象 然后我差不多是在下午 五六点的时候发现这些都都有脱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这些地方我没有专门的用遮小膏去盖 也没有专门的特别的定妆 这些地方脱妆的话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我用什么粉底液 它都会这样 我觉得这款粉条的话 应该比较是混合型的肌肤 不管你是偏油的还是偏干的 因为它是有一点滋润度 但是它的滋润度不会让我这种混油皮觉得油腻 我觉得对于混干皮来说 这种滋润度也应该是足够了 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话 我买的价格是 我在他们家贴猫店买的价格是69块 当然了种草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还是多看一看不同复制的人的测评 再来决定要不要种草 要不要购买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本期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多多的弹幕评论 点赞转发 投币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